好,下面咱们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第一句话说 The modern weather models work with agreed points of the order of 60 miles apart And even so, some starting data has to be guessed Since ground stations and satellites cannot see everywhere 咱们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依然是两个句子构成的一个并列句 中间还是有and的连词连接两个句子 第一句话先说 当代的天气模型是以这样一个方式来运作来运转的 这个work就是运作运转了 以什么方式呢 就是agrid points一个坐标方格 点状的坐标方格 这个grid就是坐标方格横竖线构成的方块 这么一个东西叫grid 咱们一会会说 然后of the order of 60 miles apart 画横线的下滑线的写地字 这是后置令与修饰点状坐标方格 这个两个点之间距离是多少呢 约摸着大概是60英里这个支援 两个东西距离 两个点之间距离是60英里 这个of the order of是固定搭配 翻译成约摸着估摸着相当于approximately 或者abound大约大概 然后and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他说即便甚至是这样啊 有些初始的数据呢 还是得靠基本靠懵靠猜 为什么呢 since也道具末是原因重要的数据 因为地面站和卫星 它不可能看到每一个地方 是这么一个 好 这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那个work 这个不是人在工作 而是一个机器呀 一个系统啊等等 它在运作运转 讲到offer machine device etc function或operate 机器或设备等于在运作 在运转 你比如说 this machine works by electricity 这种机器通过电来运转的 再比如说 the delete key doesn't work 这个删除键 现在不能工作 键盘上这个键呢 可能坏掉了 弹不起来了 工作运转 本文章是以什么呢 我也是以了 以一个坐标方格 点状的坐标方格 这个grid 咱们叫坐标格子 什么意思 a pattern 这么一个花样 一个模式 of street lines 直线构成的 这么一个花样模式 什么直线呢 cross each other to form squares 就是彼此之间相交 形成了这个正方块的 这么一个格式 就是竖线跟横线 彼此相交 形成中间都是正方块 这种这个格子图案 叫做grid 就是坐标方格 横纵坐标构成的正方块 这种形状叫做grid 我们看一个例子 street laid out on a grid pattern 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的街道 layout是布置 或者是这个安排 把它这个摆放开了 这个街道是被用一个坐标方格 这么一个形式来展开的 就我们从空中来看 整个街道是横纵交错 都构成方块的形状 就整个城市规划 它是正南正北的这么一个格式 没有歪得到 对吧 就是用那个坐标方格的形式 而规划出的城市街道 是这个意思 本文中是点状的方格 点状的坐标方格 然后of the order of 这个当常识记住就好了 就是大约是大概是 我们既可以用of the order of 也能用in the order of on the order of都行 它相当于approximately 大约大概 大概期 有的时候前面可以叫something 把它去掉也行 你比如说 the house cost him something on the order of in order of the order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这个房子花了家 约摸着 估摸着大概期 是二十万美元 约摸着估摸着大概期 是这么一个 大概期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 它的替换 或者something in the vicinity of 都能表示 这个数量大概是多少 这个这两个词呢 是临近地区 但是不是指地区地点了 还是数量 大概花了它二十万美金 200 thousand dollars 大约 约摸着 支援 and even so 即使真的是这样 starting data starting就是初始的 开端的最初的 这个starting 这里换成beginning 就是最初的 最开始的 还有好多词汇 可能可以替换 比如我们有一个 常见词的initial initial也是表示 最初的 最开始的 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比如说 at the initial stage 在最初的阶段 也可以说 at the initial phase phase也是事物的某个阶段 在初始阶段 可以用它initial 我们在十二课讲过 还可以表示 签上姓名的首字母 当动词来用 initial不是最开头的吗 像Bill Gates 我们填bg 填两个字母就行了 签属姓名首字母 还有一个书面语 叫incipient 这个比较文气一些 但意思类似 也是初始的 最初的 最早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cipient incipient 初始的 最初的 你比如说 incipient tumor 这表示早期的癌症肿瘤了 就癌症刚长了一点 还并不太多 早期肿瘤 还有像 the incipient light of day 叫曙光了 一天最早出现的光线 就是天蒙蒙亮的时候 这个曙光 叫incipient light of day 就最初的 还有一个呢 叫最早的 最初的 开头的 用opening这个词 也用的特别多 但这个用的场合窄些 opening这个最初的 最早的一本指什么 讲话呀 演讲呀 电影啊 什么这样一个 什么歌剧呀 等等等等 它这个最初的 或者一本书啊 最初的 刚开头的 你比如说 his opening remarks 它的开场白 讲话时 最初说的话 开场白 the opening scene of the movie 这部电影 最开始的 最初的 这个镜头 或最初的场景 所以opening这个词 做是讲话呀 书籍呀 电影呀 歌剧呀 它最初的 刚开始的 就opening 有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叫 预备性的 预先的 一般是什么 比赛呀 等等等等 什么考试呀 这个预先的 提前进行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reliminary preliminary 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预先的 提前的 提前发生的 尤其用在这些搭配 甚至可以背一背 preliminary exam 就是一个预选 这个预考了 在正式考试前 这个选拔性的预考 preliminary contest 就是预选赛 在正式比赛前面的 预选赛 预赛 可用它 好 再回到剧中 这一文就是 即使如此呢 一些初始的数据 也不得不依赖猜测 我们家 原因是从 因为呢 ground station 就是地面站 还有卫星 不可能看到 每一个地方 那么作者进一步说 你就算比现在 精细的多 依然不可预测 他说 but suppose the earth could be covered with sensors space one foot apart rising at one foot intervals all the way to the top of the atmosphere 这出现一个 其实句 我们设想一下 咱们看个语法程的分析 but suppose 这是个其实句了 后面加了一个 冰玉丛句 从第二次开始到句末 省掉了连次弹 我们想象一下 设想一下 这个地球上呢 could be 这是虚拟语系了 假设是这样 它并不是这样的 假设地球呢 能够覆盖满了这个传感器 这传感器 大概有多密集呢 space one foot apart 就是两个这个传感器之间 距离只有1英尺 刚才不是60英里 缩减的1英尺 这个space 是个极物动词 叫做 用这个均匀的距离 把某东西隔开 这个意思 咱们一会儿会说 这后制定于修饰传感器 就是距离1英尺的传感器 把地球覆盖满 然后怎么够覆盖法呢 后面Rising是非位动词 一直到居末 只是做方式状 也可以修饰前面这个 be covered with sensors 怎么一个方式 用传感器把地球覆盖呢 它是一直向上 一直向上 每两个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都是1英尺 就不但是平面上 是1英尺距离 上立体的 也是这个点 照这个点1英尺 平面1英尺 重面也是1英尺 一直把整个大气层都覆盖 然后呢 interval表示 中间间隔的距离了 我们在第七个讲过 一个表示间隔的时间 间隔距离 都用interval 然后呢 all the way to the top of the atmosphere 这可以看作 依然是非位动词 内部的介绍动词 做装 all the way 就一直一直到了大气层的顶端 这它目前来看 基本是不可能了 在地表上 每两个小点子 传感器之间 1英尺距离 然后呢 上面1英尺 1英尺 1英尺 横下也1英尺 1英尺 整个覆盖 整个这个大地层 即便是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七十句 这里面有一个词 咱们看一看 就是space 这个space呢 做名词是空间 对吧 做动词是 使均匀隔开 把什么什么东西 均匀隔开 这是个极无动词 所以在本文中 用过去分词 到后之旅来 就被用 1英尺距离 均匀隔开的 这个传感器 是这么一个 咱们再看例子 这是一个主动的 一个用法 space your workouts 2 days apart to avoid sore muscles 这是个其实句 可能是健身教练 对我们说的 把你的这个健身 那么隔开 成两天 每隔两天 去健身一次 而避免的肌肉酸痛 所有是酸痛的 疼的 space your workout 表示健身了 出去锻炼身体 那么用两天的间隔 把它隔开 均匀隔开 每两天健身一次 这样呢 避免肌肉酸痛 这是把它隔开 我们再看这个句子 这是用被动了 这几乎动词 主动被动都行 be plants should be spaced 3 inches apart 这个豆类植物呢 在种植时应该中间呢 间隔三英寸 注意inch 反正是英寸 foot是英尺 三英寸的距离隔开 三英寸距离隔开 space就把什么什么 均匀隔开 本文中就是 一英尺均匀隔开 这样的传感器 这个意思呢 并且呢 rising at one foot intervals 并且仿正圣 这个rising我们说 非为动词 修饰前面那个 被覆盖传感器 是什么一个方式呢 是整个立体的覆盖 这么一个方式 就往上升 也是这个 纵向一英尺 横向一英尺 都是一英尺 这个interval 咱们在第七课讲过 本来是两个事情之间 间隔的时间 表示这个意思呢 是最常见的 叫interval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咱们来复习一下 在第七课里边 就是46页第六到第七行 46页第六第七行 他说 And by measuring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 tabs and the received and the echoes the depth of the sea and that point can be calculated 还记得吗 通过丈量一下 这个敲击船壳 和接收回程之间的 间隔时间 那么这个地方 海底的深度 就能够被计算出来 你看这个interval 表示两个是之间间隔的时间 在本文中呢 是做第二个意思 这个意思稍微少见一点 什么意思呢 物体之间的间隔的空间 感觉类似吗 都是在中间的 时间空间都用的它 指时间最常见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y planted trees in the intervals between the houses 他们在两个房子之间 就是间隔的这个地方呢 种了一棵树 两棵房子中间 种了一棵树 这个interval是物体之间的 间隔的空间 本文中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两个点之间 两个船船之间间隔是 也是英尺 一直到 这个大气层顶顶端 All the way 叫一直 从这一直到 从这个一直到地平线 从这书呢 读一直往下读到地上 一直到 All the way是副次端语 一直到 看一些例子 He ran all the way home 他一直跑回了家 一直是怎么怎么样 请读 一直到地上 Please read all the way down to lie 10 一直读到地上 He climbed all the way to the top of the tree 他一直爬到树顶上 副次端语 表示一直 我们这个 在第18课也会出现 在海豚那颗树 咱们先看一看 在这个 104页第17 到第18 104页 17到第18 18课 海豚 Eventually the turtle has been butted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floor of the tank 最终 就是海豚用肚皮 撞海龟了 最终呢 这个海龟 被这个 but就碰撞了 一直撞撞撞撞撞 一直撞到了 这个大 大水族馆的 这个地板之上 光光光光光光 一直撞到这里 All the way 叫一直 一直上升到 大气层的最顶段 后面说 进一步 还去设想 并列的这个 其实句 下面说了 Suppose Every sensor gives Perfectly accurate readings of temperature Pressure Humidity And another quantity A meteorologist would want 那进一步说 再设想一下 其实这也是 不可能的事的 那么假设吧 Suppose 后面黄颜色的 依然是定义从具 只不过又省略了 连此代案 试想一下 每一个传感器 都能给出 完美无缺的 绝对精确的 这个读数 什么读数呢 包括这个温度啊 压力啊 湿度 还有任何其他的数量 就是一个 气象学校可能 会需要的数量 这个画横线的是 定义从具 可以看作省略了 That或者是Witch 那么这个误位呢 表示推测了 作者不知道 你想要什么数据的 就你可能想要的 任何数据 都能给出无比精确的 这个读数 这个reading注意 在这不能翻译成 阅读 是读数 就是这个仪器仪表 表面上这个读数 表示这个读数呢 我们在三测呈现过 take the meter reading 叫做查表 取走仪器上的读数 查水表 查电表 可以用它 对吧 当然有的时候 查表也能叫 read meter 来读这个仪器表 也行 那么这个也能叫 take the meter reading 取走读数 总之这个reading 是读数 能够给出完全 perfect的 完美无缺的 acurate精确的 完美无缺的精确 绝对精确的读数 就是什么刚才说了 温度 压力 湿度 还任何一个气象学家 可能会需要的 这个数量 就你想要什么都有 无比精确 而且进一步去设想 第四句话说 precisely unknown an infinitely powerful computer takes all the data and calculates what will happen at each point at 12.01 then 12.02 then 12.03 再进一步去设想 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 前面省对了 supposed that 后面这个可以看作 整个这一大堆 应该说是 supposed的避孕存局了 但我们知道是设想了 supposed那个词 就被省略了 但进一步设想 在刚刚好正午的时候 12点整 precisely 就精确的 刚好在正午 一个功能无限强大的 这么一个计算机 当然现在不可能 这么强大计算机了 假如说吧 有这么一个功能 无限强大计算机 那么infinite 叫无穷尽的 对吧 那么能够把 这个所有的数据 都取走 都数据好 并且能够计算出 calculate 然后后面呢 这个 是我们的 这个避孕存局了 进行什么呢 what will happen 什么就会发生 然后这划横线步 是避孕存局的 时间状元了 在每一个点 12.01分 12.02分 12.03分 每一个点 究竟会发生什么东西 把它计算出来 这个at each point 可以看到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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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状语了 就是这个point 相当于那个 sensor传感器了 每一个传感器的 这个点 在12.01 12.02 12.03 将会发生什么东西 这机会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设想 假如说 是这样的 好 我们里面还有一些表达 就是precisely as known 就是在 正午时分 其实有的时候 也可以说at high known high known 也是正午时分 它一种本来就是一部 美国西部片电影的名字 正午时分 就正好12点的时候 也能说at 12 o'clock sharp 这个比较口语化 这个sharp 注意在这是副词 直接跟在时间后面 在正好几点钟 at 8 o'clock sharp 正好8点钟 也可以用比较正式的副词 at punctually 12 o'clock 在正午12点的时候 punctually是准时地 正正好 这个也行 一个无限功能强大的计算机 infinity叫无限地 这个副词 它的形容词叫infinite 无限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finite the universe is infinite 宇宙是无限的 它的反义词呢 叫有限的 有边际的 注意不要读finite 它口详大一些 大声读面 finite finite human knowledge is finite 人的这个知识是有限的 但宇宙是无限的 还有一个名词叫infinitive 这几个行进词特别讨厌 这个名词大家很熟悉 叫动词不定是 就是to do 动词不定是 我们读一下 infinitive infinitive 动词不定是 还有一个词叫definite 这个definite又是行进词了 这个叫明确的 特别确切的明确的 它的反义词叫indefinite 不明确的 我们大声地叫indefinite indefinite 比如说an indefinite answer 一个不明确的答案 到底你是 你选哪个 你没说清啊 不明确的答案 还有definitive definite 就是最终的 最好的 或者最后的 最终的 最后的 最好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definitive definitive 你想a definitive verdict 叫陪审团的最终裁决 终审裁决 不能推翻了 最终的最后的 或者有时候指最好的 最终的就无法再加工了呗 最好的呗 用它也行 这些行进词注意别搞 不要弄混了 一个无穷尽的功能强大的计算机 能够取走所有的数据 并且计算出 这个在每一个点上 12.01分 02分 03分 发生的情况 这个calculate 叫计算 运算 有的时候 咱们可以用workout 或者figure out 计算出来 还有一个 这个用动词compute 尤其强大用计算机 计算 compute也是计算 甚至在英国 有的时候可以用书面 recon 也是计算 运算 都行 这个就可以替换 你想 The inflation is reckoned to be 10% 通胀被计算 被计算 大概是10% 所有的通胀率 这个recon 是计算 有这个意思 那么会怎么样呢 第四段接着说 The computer will still be unable to predict whether Princeton in New Jersey will have sun or rain on a day one month away 即便是这么密集的 这个传感器 即便是这么强大的电脑 即便是数据 没有任何的 这个误差 这台电脑 依然将不能够预言 这个是否在 新泽西州的 普林斯顿 这个地方 在一个月之后的 某一天 是晴天 还是雨天 还是无法做出 这么精确的预算 后面为什么呢 他进一步解释 他说 At noon The spaces between sensors will hide fluctuations that the computer will not know about tiny divisions from the average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 语法成功的分析 At noon 是在正午的时候 The spaces 这个空间 这个space 是什么名词的 空间 什么空间呢 between the sensors 就是两个传感器之间的空间 between the sensors 后制定于修饰这个spaces 它不是两个传感器 不是一英尺的距离吗 中间的一英尺的空间 怎么样 它将会隐藏起来 这个flactuation 就是一些波动 一些起伏 波动起伏 什么波动起伏呢 后面黄颜色的是定义从具 就是这台电脑 将无从知晓的 这个波动起伏 因为电脑只是这个点上 两个电脑 这间一英尺 这个里面的数据 电脑是不知道的 这个波动起伏是什么呢 就是偏离平均值的 一些微小的 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偏离平均值的数据 division我们说了 是跟from搭配偏离 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tiny divisions from the average 我们说了就是做前面那个 flactuations that the computer will not know about 这个名词等于的同位 计算机无从知晓的 这个波动是什么呢 就是tiny divisions from the average 就是这么一个 依然有一些未知数据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句话 by 12.01 those fluctuations will already have created small errors one foot away 他说到12.01分的时候呢 这些波动起伏 就刚才这个flactuations 波动起伏怎么样呢 将会啊 在一英尺远的地方 产生一些错误 这是误查就出现了 这句话没什么说的 很简单 看下句话 so in the average will have multiplied to the 10 foot scale and so on up to the size of the globe 很快 这些错误会迅速的 大量的增加 一直到10英尺这个规模 scale就规模了 程度尺度了 然后等等等等 100英尺 1000英尺等等等等 一直到整个地球的 这样一个尺度 最终整个天气预报 就都不灵了 这个意思 就这说我们 那个蝴蝶效应 对吧 小蝴蝶拍个翅板 然后引起大规模的 一个变化 这个意思 好 这里边那个multiply 叫迅速增加 我们刚才说了 可以换成 will have snowboard 滚雪球一样 迅速增加 或will have proliferated proliferate 也是迅速增加 或者用我们以前 讲过的激增 暴涨 we have rocketed 放火箭 就是数量大幅增加 也行 或者sore 鸟儿飞上天去 迅速激增 也行 rocket sore 在这使用 也是很贴切的 迅速增加到 这个10 foot scale 10英尺的这个尺度 这个scale 其实就是size 尺度 规模 程度 这个意思 这个scale 表示程度 规模 范围 它的搭配特别多 咱们看几个常见的 而且一般它经常跟 介绍on搭配 在什么什么规模 小规模 on a small scale 小规模的 on a limited scale 有限规模的 规模有限的 on a large scale 或on a grand scale 大规模的 再大一些 on a 或者an classal enormous gigantic scale 叫特大规模的 这个前面 加a 还是加an 就看是不是原因开头了 enormous 就用an enormous了 因为它原因开头 还有呢 在全国规模的 on a national scale 或者on a nationwide scale 还有全球规模的 on a 或者an global international world 或者worldwide scale I'm sorry scale 叫全世界规模的 但是global 还有world worldwide 是个a 但是这个international 前面加an 就行了 这个叫世界规模的 经常我们跟scale 来搭配的这个技术 好 那么意识到10英尺的规模 and so on 还有100英尺规模 1000柱等等等等 这个等等 用的是and so on 这个细语 这个可以替换 有好多 像and so forth 还有etc 可以用这个 读块 etc 读嘛 叫etc 是个拉丁文 等等 还有and like and whatnot 后面两个比较口语化一些 都能指等等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nd so on and so forth etc etc and like and whatnot 考试中写作文是可以用etc 这个打字更快 等等等等 一直到世界这个尺度 这个规模 up to 叫一直到 怎么说了 也是一直 这个到什么呢 一直到 但up to 是个借次段语 刚才我们说 all the way 那是负次段语 都是一直到 up to 是借次 一直到什么呢 到全球这个尺度 这个size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scale 是同一次替换了 在这儿 世界这个尺度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global size 或者干脆用global scale 世界规模 或者干脆用刚才替换 international world 或worldwide scale 一直到全球的规模就行了 但用scale呢 就跟刚才那个 搞混了 就重复了 用size 避免重复 好 14个呢 本身课文 句式不是特别复杂 但里面有些术语 表达 还有一些重要的替换 值得咱们仔细去看一看 好 这个书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 谢谢同学们